关心大甲妈祖的绕镜活动 虽然呢在台中的上午是下起了细雨 但是信徒的热情不减 一路跟随 而这个鸾教行经了董事长严清彪的住宅时 还做了短暂的停留 由于沿途信众众多 所以街道啊 整个都被塞爆 行程现在来说已经延绳了快两个小时 鸾教在中午过后是进入到了彰化 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北馆队伍来接驾 鞭炮镇头奇想 相当的热闹 用吊车吊起的巨型鞭炮串 同时点燃迎接妈祖联教 现场相当热闹 大甲妈绕镜活动正式开跑 联教凌晨从大甲出发 行经杀戮前立委延清彪的住宅时 还短暂停留了一会儿 虽然台中下起毛毛雨 但信徒热情不减 一路紧紧跟随 队伍中甚至还有外国学生 计划要从头走到尾 我觉得快乐因为这么多人要参加这个宗教的论 蓝教下午进入彰化 拥有近200年历史的北馆队伍 由乐师亲自吹奏接驾 这对他们来说是无上的光荣 保留着这个北馆的传统 所以用我们这些学书来接驾 马祖联教晚间将住驾彰南遥宫 彰化民众夹到欢迎 人潮塞爆了街道 也让联教的行程比预定时间晚了三个多小时 记者黄总一经为中 彰化报道